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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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 陶列不言 下次成熙 每个女孩都是漂亮的 我们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它做到最完美 红豆 中国时装周 时尚八杀时装周造型师 凭借独特的审美眼光 一直活跃在时尚圈 合作明星有大鹏 张南风等 好多人认为如果我今天化了妆了 我就得卸妆 如果我没化妆的话 我今天就不需要卸妆了 其实这个观点 其实不是很正确的 错误的 这化妆需要卸妆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这不化妆 怎么还需要卸妆呢 原来老师所指的卸妆并不仅仅是彩妆 这生活中的尘土等脏东西 都会附着在我们的脸上 而且对皮肤的伤害很大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可千万别觉得 不化妆就不用卸妆了 那究竟如何正确卸妆 卸妆产品那么多 又该如何选择呢 咱们现在这个情况下 咱们化的妆都比较偏淡 甚至有的时候 咱们只涂一个防晒 不化妆就出门了 我比较建议大家 用某一些卸妆术去卸妆 因为卸妆油 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咱们残留了一部分卸妆油 在脸上 其实对皮肤的伤害 就造成了一次二次伤害 因为生活中大部分人 都是淡妆出行 所以红豆老师建议 用卸妆水就足够了 如果化了很浓的妆的话 就可以选择卸妆油 但千万记得要清洗干净 避免对皮肤的二次伤害 选好了卸妆产品 那正确的卸妆步骤 您都知道吗 把卸妆油涂在卸妆棉上面 化妆棉上面 然后扔它15秒钟左右 15秒钟以后 咱们的假肩毛和双眼皮贴 就会自己脱落了 这种方法就能避免一次伤害 如果你贴三年的双眼皮贴 每次都撕扯它 你的眼皮会老十年左右 眼部和唇部 它比较薄 跟其他部位不大一样 所以咱们卸的时候 一定要先从这两个部分 着重开始 要很仔细地卸 卸干净以后 其他部分 咱们可以用卸妆乳 或者是卸妆水 然后轻轻地一洗就干净了 这正确的卸妆步骤 您都了解了吗 首先我们要先卸眼部的眼影和眼线 其次用同样的方法卸唇妆 最后用卸妆水 将我们的面部的彩妆卸掉 这卸妆就基本完成了 可是并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妆后护理也是同等重要的 先涂一点点省敷水 然后再做一贴面膜 咱们用化妆棉 涂省敷水的时候 一来就是涂得特别均匀 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 咱们可以起到一个清洁作用 皮肤也要喝饱水 妆后护理的第一步 就是给皮肤喝水 用化妆棉将爽肤水 均匀地涂抹在脸上 同时还可以做到二次清洁 接下来再敷一张贴片面膜 像贴片是面膜 咱们大概贴15分钟左右 就把它取下来 因为时间一长的话 外面 因为外面一些水分 面膜的水分 它会蒸发的越来越多 里面的营养精化会变得很少 那个时候你可能皮肤的精化很多 面膜的精化很少 就会起到一个反吸收的效果 所以咱们千万不能贴着面膜睡觉 15分钟 贴片面膜千万要记得 不要贴太久哦 不然面膜不但起不到润肤的作用 还可能将你的脸上的养分都吸走哦 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何正确的卸妆和妆后护理 您都记住了吗 好的皮肤 哇 难怪妆去好了 有啥不来是广告补账 什么呀 真的 卸妆 卸妆补账 开个玩笑 自己找我就是希望的一种帮助 发的妆都可以给自己 当然最终要是给母母用 不发妆都可以给自己 好 好 休想们听到广告 广告只有天堂尽在里面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人劳退先了 没有力气一摔倒 上了年纪啊 腿没力气 发酸发胀 像灌了签 腿脚没力气 就怕在雨时滑倒 前阵子摔了一跤 自己遭罪不说 还拖累了孩子 人劳退先了 没有力气一摔倒 想要腿脚好 调养五脏 不足气血 溶氧经脉是关键 易瘦强身高 融会健脾通路 补肾养肝 气血双补 等百年名方 形成二十二味药材大作方 经十九道工具熬制成膏 调五脏 五气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气 人老腿不冷 腿脚有力 不摔倒 一手强身高 咨询电话 400-636-7799 地宝当家栏目 由长康百分百 纯芝麻油赞助播出 一个好儿媳 成烫手山女 是我干的 是我强奸的他 戴上绿帽子 还蒙在鼓里 我做了十年都不费 还是这绿毛的 我一天都不想见到他 你让他走 让他走 一个乖孙女 身世成疑 那妈 难道是你全身孙女 我真的不是你的孩子吗 那到底谁才是我爸 你还是人吗你 西美娟 张绍华 两个妈妈 为爱斗法 大的老改 二的无赖 我认识你们家 是我们这阵子 最大的不幸 我今天要让你给我制度 我 又不是我 苦手 不能说的秘密 这秘密 我已经帮你守了几十年了 你们要再逼我 我也说了 你要干嘛 我老太太给你跪下 多谢剧场每晚八点二时 妈妈的秘密 家庭保卫战 一触激发 广告市有天轻人 欢迎回到深热播出的提款当大 台高 我喜欢吃 最近大家是不是见过一遍 大牛招都带出狗 带出狗 不是你呢 因为奇怪 整个与你已经结束了 老板不带 还整个都习惯 那个大牛招 老实际上的眼球里好处还特别多 除了可以封你 还有可以封球 哈哈哈哈 不但可以封塞 或者封球球 你怎么难的 我早上起来没关屋子的 你怎么没关系封了 带着油脏 应该都发现不了 另外 这个盖上的 有可能得到那种 老大人不喜欢的 哈 还可以装卡 这不应该 哈哈 当了个是玩笑 最近在使用中 我发现 各种球照明发发明 不光是法式不应用 功能也不应用 关于个物体 有型球照 我们指你了一些小知识 分享给大家 记者在购物网站上搜索 抗菌抗病毒口罩 结果显示 有部分口罩产品 宣称里面添加了纳米银 中药提取物等 可以起到抗菌抗病毒的效果 这类口罩售价在 20到70块不等 记者随机点开了 其中一款口罩的链接 数据显示 这款含中药成分的 抗菌抗病毒口罩 有超过2000条评论 其中大部分是好评 市场上常见的这些口罩呢 它主要起作用的是 中间这层绒喷布 这口罩它是有三层的 内外两层比较疏的结构 中间这一层 比较致密的结构 这个就是绒喷布 那么它最主要起到 阻隔的保护的效果 在我国 医用口罩按第二类 医疗器械实行注册管理 专家提醒市民 选购口罩产品时 主要的判断依据 应该是看产品 是否通过防护认证标准 我们首先看 它是不是有完整的包装 我们可以仔细地来看 它这个包装上面 给到的信息 拿到了注册证的产品的话 卸字头的一个 生产许可证号 那么这个产品 就是经过了检测 然后经过了许可的产品 那通常这样的产品 我们就能够放心使用了 在广州街头 戴着中国风口罩的 唐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家中有许多 不同款式印花口罩 不仅自己会戴 家人也很喜欢 有买印花口罩 可能就是小朋友的话 会更加喜欢那种 五颜六色的口罩 街坊网女士则表示 平时自己戴的 都是一成不变的蓝色口罩 无意间看到 樱花粉色的口罩 就被她的颜值打动 立马就决定下单了 臭巧看到 也有这样颜色的 就买了 就是看它的层数啊 一定有那个 只有三层的那种 才能买 记者在网上搜索 印花口罩 发现款式很多 有的热销款 月销量超过十万件 在线下 印花口罩同样常见 药店 饰品门店 通通都有出售 且大多强调自己 有三层防护 不过有的标注为 医用外科口罩 有的为一次性防护口罩 有的则没有任何标注 那么在新冠疫情 形势紧张的当下 这些口罩能起到防护作用吗 口罩有没有防疫效果的话 主要是看到它的构立材料 打不打标 一般的标准的一个产品的话 它会有一个执行标准 像应用口罩的话 主要有三种 就是一次性应用口罩 应用外科口罩 和应用防护口罩 根据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 戴口罩指引 针对防护新冠病毒 推荐了四种类型的口罩 分别是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 颗粒物防护口罩 和医用防护口罩 消费者购买间 只需认准对应的 执行标准编码即可 如果市民选购的印花口罩 并非以上四个类型的口罩 那是否就意味着 它们不具备防护功能呢 也就是说 在一些非密闭环境 或者说人员较少环境下 只要口罩有合格的过滤效果 即使不是口罩指引中 特指的四类口罩 同样具备防护效果 记者注意到 在各大电商平台上 应有卡通图案的儿童口罩价格 从三四元到几十元不等 不少家长表示 他们一般在给孩子选择 儿童口罩时 一般都会找应有卡通图案的口罩 对于应有卡通图案的儿童口罩 是否符合标准 对此家长们表示并不是特别清楚 随后 记者也前往了学校一家文具店 购买了一包应有卡通图案的口罩 药店工作人员介绍 非医用一次性口罩 可以阻挡大颗粒尘埃的作用 但是对于病毒和细菌 并没有阻挡防护作用 而医用口罩就能阻止 大部分细菌 病毒等病原体 医生建议 家长购买卡通口罩 可以去正规药店内购买 同时还要查看 口罩厂家的相关资质 小朋友把鼻子都出来拿口 这样是没有任何揪住口 是没有什么任何效果的 那么待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就是说 一个就是把它扯下来 另外就是这个中间一定要苏醒 就是这样包裹好 不管是一样的状态 实际上人生各自有一个 也就是全港全港 正对现在的中间苏醒 就是一句啊 您都不得了 苏醒都得更少 没问题 他做的了吗 他做的了吗 他做的了 哎呦 辛苦了 哎呀 我还不记得做了 一起急着算了 能够回去工作人员 真的好辛苦 哎 这个美女 我每天都看到她 你好 你在这里坐了多少天了 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啊 那你好辛苦 我也能听服务 我要代表大家跟你说一声 好了好了 我得开始认真了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什么谢 做完核酸赶紧回家 减少接触 我谢谢你也好吗 我谢谢你也好吗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不是这个法子 哈哈哈哈 我叫李西青 今年六十二岁 我熬高熬了大半辈子 高峰 经久间浓缩 能润泽五脏六腹 历来名贵 易寿强身高 源自江苏省明老中医陶念堂 融会健体通落 补肾养肝 气血双补等名方 形成二十二位药材大祖方 这个凤子是老爷被传下来的 都因为早一位也不是医生家 总共有十九大关系 没的都不能脑 通过条五脏 补气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气 易寿强身高 国药准治 中药高方 咨询电话4006367799 是的 做菜要用好油 我选他 他 他是谁 长康 绿泰双低压榨 蔡自由 是的 绿泰双低更放心 更放心 绿泰双低压榨蔡自由 有时我们的爱也带着风险 胃动力轻幽爽 特别添加卷曲乳干菌 国家发明专利菌株 常胃无忧 亲密无见 轻揚胃动力 买车 买二手车 买二手车 要安全 要靠谱 要划算 怎么买更放心 都市放心购 诚意打造 江西本图最权威的二手车交易平台 放心车 权威检测 无忧售后 剔除行业黑幕 拒绝猫义套路 二手车买卖 阳光透明 将以全流程 找较好车 可以很放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片都是掐出来的 别人是好个家多的 还有一种片 叫同缝 我身边就有一个网络 哎呀 我又懂得起来 是掐有掐不清 给你弄不少 年终到许的人 遮不了路下不了场 今天的节目要给大家准备一个正对统 送一个一个汤 你需要个网友 一定要照顾你警惕吧 你老师尖让我拿这么一块冬瓜 嗯 冬瓜沥水 您让我们现在就沥水了 还有消肿啊 哦对 哎呦 还有消肿 那您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吃这道菜 冬瓜 哎不是这样的啊 你看啊 这个夏天马上就到了 嗯 那个干嘛了 夏天到了 该取湿了 该取湿了 这个人呐就该喝啤酒吃海鲜了 哦真是 撸串 撸串 喝啤酒了 我干呀 尤其这个啤酒跟海鲜搭配飘龄特别高 嗯 很多人就容易得了痛风 嗯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做这道菜呢 叫一米冬瓜羹 一米冬瓜羹 对 配上呢三种中药 三种中药 对 尝尝尝尝 您别给我整一个 就是打牙头 哎呀 这是哪来的中药啊 很简单很简单 很简单 药店一个是价格很便宜 二一个呢 这个药店都有卖的 啊 为什么配这三种中药呢 我们做这个倒菜的时候呢 没有痛风的可以预防 嗯 有痛风的可以调理 嗯 可以预防和调理痛风的美食 一米冬瓜羹 这光听名字就很养生啊 可是还加入三味中药 那这羹吃起来不得很苦啊 首先是这样 我们在做药膳的时候呢 我们在选择药 要不然我们就利用药的特殊性 嗯 比如说薄荷 我要选薄荷的清凉 嗯 清香 嗯 那么其他的药呢 一般我们都选择的是 几乎没有太多药味的 啊 这不会说薄荷得主啊 哎 不会不会不会 那你干净 你好奇了 那中药有什么呀 第一呢 茯苓 这是茯苓 茯苓常见呀 对 大概有多少克呢 一般来说呢 大概有七八克左右 七八克 第二个呢 是牛膝 牛膝 对 这个中药 它有什么作用啊 牛膝呢 它也是那种就是 沥水消肿 跟冬瓜是几乎是一样的 啊 我们痛风 很多痛风的病人呢 还是一些就是 水煮尿酸多啊 飘绫糕啊 就飘绫糕吃了喝过多的 含飘绫糕的东西 嗯 那么这个牛膝呢 可以缓解它的 痛风的那种疼痛 哦 那是好东西 对 牛膝 对 这个呢大概在五克左右 哦 五克左右 第三个呢 叫桂枝 桂枝 常见了 桂枝常见了 这个呢 一般呢 也就是在四五克之间 桂枝呢 我们不要放太多 那么一点就够了 也就是一克左右 嗯 就行了 嗯 我们这时候把牛膝都放进去 嗯 牛膝都放进去 福灵都放进去 嗯 都放进去 对 全部放进去 嗯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家里边呢 如果有小纱布 嗯 我们就拿纱布挤一个 对 如果没有呢 或者有这个袋更好 是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不需要吃它的药了 或只要它药汁出来就行了 功效就行了 把它呢搁在水里面 先煮着 嗯 煮多久呢 一般来说呢 煮15到20分钟 哦 就可以了 小火 取一克桂枝 五克牛膝 七到八克福灵 然后用纱布或者药袋系好 放入热水中煮15到20分钟 取其枝叶入羹 哎呀 真期待这羹的味道啊 我们把冬瓜呢 去掉皮 哎 把皮去掉了 嗯 没用了 这个不能扔 这个药店里边单独有一种中药 叫冬瓜皮 冬瓜皮还是中药的 对 实际上冬瓜皮的功效 跟冬瓜是同等功效 沥水 沥水 沥水消肿的 我们可以把它炒干了 在锅里边 不要放油煸干了 泡茶喝啊 这能泡茶呀 太没问题了 那会是什么味啊 特别清香 这冬瓜皮原来也是个宝啊 看来以后这吃冬瓜 可不能再把皮扔掉了 我们把这冬瓜呀 尽量把它切得跟一米大小一样 哦 冬瓜粒切好了 您说的 您手里拿那一米 一米也泡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哦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一米放进去 药包不要再过早地捞出来 我们能多煮一会儿 就多煮一会儿 嗯 我们把一米放进去 然后呢随着呢 我们就把冬瓜放进去 哎 您手里 放点盐 放点盐 我说这半天了 没有咸蛋弯 这羹怎么喝呀 有一点点就行了啊 因为按说这个痛风这个盐 对它也没有太好喝 所以呢我刚才也犹豫了一下 一会儿咱们就少放一点点就行了 放一丢丢 哎对 那么我们关小火盖上盖 再煮多长时间呢煮二十分钟 哦 因为一米呢不太好熟 也不太好烂 我们尽量让冬瓜跟一米呢都熟一下 嗯 哎 然后稍稍打一打浮沫 嗯 最后在勾芡之前 我们把药包捞出去掉 好了 时间到了 呀少了 之前的三分之一了 对 我们把药包呢给捞出来 嗯 拿这个湿电粉啊 嗯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候 嘿 鸡蛋 对啊 您让我拿鸡蛋干嘛呀 这样啊 第一呢这个太酥了 我们需要呢拿鸡蛋提点鲜味 哦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 痛风病人呢别吃蛋黄 蛋黄呢含着胆骨醇太高了 哦 所以我们选择呢甩点蛋清 我们把蛋清呢倒里面 我们倒这个蛋清的时候呢 就是下去以后啊 先别碰到沉了一会儿 这样它能出那种云朵状 云朵状 对 差不多呢我们轻轻的推一下它 你看那种云片状 嗯 然后可以点点香油 我们点一点香油 点点香油呢压一压这个药味 嗯 哇 就可以了 哦香嘞 是吧 我们稍微再把火开大一点 嗯 建一个坑就可以出锅了 好 嗯 那么现在龙凤呢 已经去向年降法 哎 每一个天当中就有一个人蛋黄的奉献 啊 所以才该啊 现在我们要祈祝带来龙凤呢 而不是啥子都大 我行的龙凤的爽脚 哎 从现在开始 大家一定要生老养 好吧 多多年 哎 风无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胸闷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清洗股方 专要清烘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烘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烘血 梦奇清洗八味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好 腰疼 腿疼 腰疼 腰膝酸痛 疯啊 疯 输筋建腰丸 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里界 活翠风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今天我就要吃芒果 但是芒果有条件 我只吃果肉 你不能带一点果皮 而且呢 它必须得有芒果的形状 怎么样够难吧 这有问题